Hello大家好,我是阿哈 Chris真的都没你会穿 今天的穿搭灵感是 电汉弓 落日世界的电汉弓 我就是想试试高定秀场里面 巴黎世家摩托到底有多热 我现在感觉无法呼吸 今天能够40度 无法呼吸 我40度穿成这样 难道不值得你们一见三连吗 Hello大家好 就是发完上一期的视频 然后我得到了很多的反馈 也看到了很多别的时尚媒体 对这场秀的分析 我觉得大家的角度都挺好的 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 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尚媒体 它做的时尚分析 有很多很强的历史档案 有很多的专业词汇 以及有很多的价值赋予 但是有一点其实是矛盾的 或者说是无法逻辑自洽的 我看到很多人就一边夸干嘛 就是想突破高级定制的壁垒 用新型高科技的材料 去代替传统高定的重工啊 刺绣啊 一边又说最后一条裙子 有多么的重工 刺绣有多么的厉害 是不是让人感觉就很分裂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 就是标榜自己标新立异 然后想打破高级定制壁垒的设计师 却在整场秀最后一条的裙子上做了重工刺绣 是不是觉得就还蛮奇怪的 或者说 逻辑蛮不通的 我觉得我上一个视频说白鸡石家是回顾时尚史的思路 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唯一逻辑自洽的一个解释的方法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而当我们把绣场第一套look就是橡胶衣和绣场最后一套look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仅看到了当代时装的演变过程 也能够体会到Dana对于传统高级定制的嘲讽 我都到元宇宙了 你还在重工刺绣大裙摆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本场秀中 不管是模特身着的衣服还是BNO的音箱 还是模特脚上的Space鞋子 无一不流淌着巴黎世家经典的标速感 如果说音箱鞋子这样的配饰 可以用金属橡胶来一起成型的话 真正考验制衣技术的是如何让柔软的高级面料呈现出雕塑感 之前巴黎世家先生用的是Gaza面料 而现在Dana加入了更有未来感的石灰石基绿钉橡胶面料 以及可以随时造型的含铝面料 在其他的服装里面也加入了传统男装高定用来定型的马毛和衬布 展现出巴黎世家品牌的看家本领 也就是扩行 对 就是我之前跟Lolo讨论了很久 我们觉得就是每一个高级定制的时装屋 它要可以获得它的消费群体 它必须要有个主打的点 就比如说香奈尔它的高定主打的一个点就是面料 然后Dior它的高定主打的就是一个次售的工艺 像巴黎世家就是主打颜色和鸡毛 对就是它是需要吸引到特定的人群的 那巴黎世家因为Christopher Balenciaga先生 他自己最有名的就是扩行 所以就是现在的巴黎世家重启高定之后 把扩行当作自己的一个主要卖点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佐证 就是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是我们今年5月的时候入手的 但是大家再去看看 这双鞋子现在搬到高定秀厂了 就是像这样子就非常有建筑感 然后有扩行的这种单品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高定秀厂 而不是在陈衣厂 因为巴黎世家高定秀之前 DAMDA会把大量的扩行的单品放在陈衣厂里面 对我们这种下水道女孩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在第一场高定秀的时候 我就建议大家赶紧去入手网季的巴黎世家陈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巴黎世家的网季陈衣秀 可以看到DAMDA的设计团队在用高定做衣服 所以这场秀在我看来是清理之中意料之外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入手网季陈衣非常好的时候 就以后你要在陈衣厂看到这种东西 立刻买 之后我觉得可能只有高定客人才能买到这种 那北场秀为了表达时间旅行、时间流逝 之前在2020年议会秀厂出现的手表元素 再次在本季高定秀厂出现 只不过这次的手表是巴黎世家团队 从复古市场朝来的二手手表 小一眼的手表就做成了箭矢配戴在某特的手上 大一点的男表会被做成耳环以及choker 所有的手表都是独一无二的款式 将这些手表再次赋予新的生命 既符合了高定和款式独特的要求 也符合了当下时尚圈环保的大趋势 但我觉得拿旧手表当配饰 其实我们也自己是可以学一学 也不一定费力就是买巴黎世家的那个 家里如果有精劳的话 就不用的话就可以把精劳剧断 加一个耳针 难道太重了吧 人家那种小的绕两身的那种女士金表 是不是可以当丑奔 宝格丽 对 手表的设计意象也是贯穿了整个秀厂look的 而且并不局限于是戴在有面积的未来人身上 还是说是穿着礼服的过去人身上 结合秀厂邀请函上面一个来自Christopo Balenciaga时代 就挂在工作室里面的老时钟来看 Christopo Balenciaga先生他的精神 在时间的洗礼当中也是郁佳的历久弥新 OK,以上是我们的不过度的解读部分 没想到吧,这个视频还有第三把 就录得我又满身识汗 接下来是我们的过度解读部分 那之所以放在这个部分 第一个是想分享给真心喜欢我们的人 然后愿意了解时尚的人 接下来这一段我希望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启发 拿我的狗头给大家注注信 你要是喜欢你就一键三连 你要是不喜欢你就当我放了15分钟的屁 首先在时装中我们看到脸被这样的蒙起来 我们会想到谁 马吉拉 没错,那Martin, Margella和Damna是什么关系呢? 嗯,他们俩是师哥师弟的关系 Damna在马吉拉品牌的女装工作过4年 那对于在马吉拉的工作经历,她是这样子说的 我没有机会跟他有机会 我都喜欢那种香气的香气 我喜欢那种香气 我为了我看过这种很严重的时刻 看到这种形状,如何弄断了 和那种新的做出的 那种心理解决了我 I would never have dare to cut up an existing jacket to make a new jacket before that Damna意思就是说,遥想宫景当年,我也没有能和她一起工作 但是马吉拉的档案馆对于我来说有如天堂 我在那里看到那些设计如何被制作,如何被摧毁,如何被栽造 对我年幼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以前我从来不敢把西装改成背心 现在我可以把西装改成钉子骨 所以除了这个面罩,我们可以看到look25,26,27 Damna用回收的皮带做的衣服 我想也是受到Multin Margella的启发 所以Damna在本次高天秀场把这四个look放在这里就不知道她要干嘛 可能展示一下她比马吉拉更厉害吧 有一种考完大学,对高中班主任的那种心态吧 你说我考不上大学,我不仅能上一本 我还清华保重读博士 这还真不是我们乱说,那我们来上证据 在接受System杂志采访的时候,Damna说 和很多顶级大师合作过的法国刺绣大师Lassar 说过,这些摄影师都有一条线穿着,就像家族族谱一样 从Alaya的扩行可以看到他传承于巴黎世家先生 Rof Samuels也总说,没有Hamelan就没有Rof Samuels 对于我Damna来说,其实一开始我是在Majella学习 但是我后来自创Vitamin也是因为我无法在Majella施展拳脚 当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无名小准 要是他们当时注意到了,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接受采访 所以我其实和Majella中间有一条平行线 就是我们两个老师平行的 Damna也是真的很耿直,在台湾上面直接就对Majella 是的 直接就对在神台上的Majella人 所以以这四套look为线索,也许就是在和钱老板叫嚣 你的设计在牛逼也只能慢慢乘衣 我的设计在卖高定 当时你对我爱达不理,现在你高攀不起 一场好好的高定秀给你解读出一股老娘舅的味道 我们再来看本场高定中高皮出现的手带 就是B&O印象包,加上玻璃面杖,再加上连体衣 有没有让各位想到哪个乐队 一个传奇电子乐队 请各位预言家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在这里我们也把Dart Punk的一些视觉物料 和本次高定秀场一起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有那么一丝丝的联系呢 那我们把本次高定秀场的时间往前推 在2021年2月的时候,Dart Punk宣布解赛 Dart Punk乐队之所以叫做Dart Punk Dart就是蠢的意思 他们有个非常蠢门的中文名字叫做蠢朋克 是因为两个人在默默无闻Nobody的时候 被当时的音乐人形容他们的音乐非常的Dart 但是没想到后来两个人就一跃成为 法国电子院的巅峰 那Dart Punk这两个成员呢 他其实也是像Machi Magilla一样 他们是在成名之后戴上的面具 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关注他们的作品 但是没想到啊 就是一金一银两个面具就成为了他们的标志 是的 当然我们不是专业做音乐的 那我们就请来B站的音乐区著名UP主 Hopico给我们来解析两句 一听就能辨别出来的彩样是初级彩样的话 那么真正高明的彩样其实就是让你听不出来 比如说在这张专辑里表现 最精彩的作品One More Time 这么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知道采用什么地方表情啊? 下面我们就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让各位感知一下 如果说Duff Punk准确摘取原曲中70年代末期管约的音色 代表着旧时空的时髦质感 而古迹和生马器处理后的人生呈现的是未来氛围 当时两者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听到是两个机器人为人类创造的你不曾存在的过去 可没有来得及抵达的未来共存的夹层空间 这种空间看似矛盾 但在矛盾里我们才能放得下足够大胆的想象 谢谢Hopiko的场外发言 喜欢时尚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Hopiko 不得不说天才把前人的成就变成自己成功的基石 蠢才恨不得把我在抄袭快来骂我写在脸上 听完上面Hopiko的这段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Duff Punk对于音乐的一个创作理念 和Demna手下的巴黎世佳目前是比较重合的 他们都是从过去的老音乐以及老设计当中获取灵感 然后进行采样,然后通过自己的改编融入未来的电子风格 变成他们自己的新的歌曲 那其实Demna她通过这场秀在做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而当我看一下Duff Punk Get Lucky的MV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本季秀场开场的来音箱的look 很可能灵感就来源于Get LuckyMV中日落的那个Duff Punk的剪影 在这里还是想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们觉得开头1到8的look灵感来源于 Duff Punk 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推测 从来说look1到8让人感觉是外星员也好 或者是宇航员也好 其实是非常容易,非常直观的感受 当然我也有想过是不是灵感来源于洛兰导演的星际穿越 因为整个市场里面出现了一个表 让大家知道手表在星际穿越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物件 但是无法解释音箱在这边的作用是什么 那我来说一下我这边的证据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模特手持音箱的指向性指向了音乐 第二个就是光滑的面罩以及黑色的景深衣 那如果我们根据上一个推测来看的话 在音乐里面光滑的面具和黑色的景深衣 这已经缩小的范围在Duff Punk上面了 然后就是第三个证据 说这场秀策划了至少一年 就是说整个团队收集皮带的衣服 至少花了一年 那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年 就是说2021年20月份的时候Duff Punk就解散了 我觉得对于非常关注流行文化的Dumbna来说 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第四点呢是因为我觉得Darky 这个非常经典的音乐史上经典的画面 和整个片头黑衣人的那个造型非常的相似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了 然后第五点就是Dumbna和Kenny West的 就是私人关系他们俩是好朋友嘛 那Kenny West之前和Duff Punk也合作过Stronger的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个间接的证据 第六点呢我是觉得在秀场上 就是在第25个look之后 就街头服饰之后 模特就不再拿这个音箱包了 所以这个音箱包的时间段其实就是在近现代 所以呢这个音箱包所呈现的时间段 应该就是在近现代 第七点呢也是因为Dumbna的老公Luke 他自己是法国人 也有一个电子乐队叫BFRND 然后呢Duff Punk也是法国人 他们也是电子乐队 所以当Duff Punk解散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是Kenny 或者是Luke都会跟Dumbna在聊几件事 可能就会对Dumbna的创作过程有一定的影响 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证据呢 不管是强势弱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 你们觉得这场秀跟Dumbna有没有关系 那对于Get Lucky这首歌啊就音乐主创呢Farill是这样子表示的 他说这首歌呢它是关于就是 就是与他人相遇的幸运啊不仅仅只是关于信息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些音乐家 好像是哲学家 就是他的英语原句是说 The sun is about the fortune of connecting with someone and not just about sexual chemistry 他就是在探讨人和人之间有没有纯纯的友情 是的 而开头那句歌词啊翻译过来就是 就像凤凰涅槃是终点也是起点 是什么让我们深深不息是我们爱的初心 我们风尘仆仆我们避露蓝绿 我们共同举杯望向星空 那上面这首好诗呢也可以用来表达巴黎石家高级定制的涅槃重生 我觉得还可以呼应就是本次秀场开头Damna对她老公罗伊克的激情表白 他们俩也是因为音乐啊相知相爱 那既然已经过度解读到这里了 我们再更深一层再更过分解读啊 其实啊也可以指向Damna对所有巴黎石家的死种粉的一个表白 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是因为受到时装精神的感召 在人群当中相失相遇相爱 分享对时装的热爱 他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感谢各位的不离不弃 他也觉得自己很幸运 好了那本期高定秀场就分析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对这场秀有什么看法呢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本次的秀场解析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再期待一下后面还有好几场 这个鞋子里面装的都是我的泪 好好说啊后面还有好几场就是本次高定时装中的精彩秀场 请不要错过 也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 如果可以发信点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